現在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要幹嘛呢 拍電腦 發呆 買早餐 吃早餐 然後發呆一下 打個電腦 再來上班 這是我一天工作的開始 正確5-5後主演場 然後 前竹換過 要來下影前啦 下影前就先來做自演 幹丟臉 看點不起來 看點不起來 嘿嘿 第一課走了 好 我們來繼續 主演停 BOOM 今天主玩了 現在放上去 然後裝一裝 就得測試 測試完就 結束囉 這台車 站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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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這台可以 站 好 好 對 這樣可以 掰掰 你這樣子一萬比我還多耶 那什麼買的 都沒人要買我啊 小編現在非常傻眼 這台車的話是BJR125 然後要塞這兩顆蝸牛喇叭進去 所以我們現在獨創了一個新的安裝方式叫69 是在這麼小的一個空間裡 究竟能不能塞得下去 我已經想了半個小時 而且我們不亂塞 因為我們要讓聲音可以完全的釋放出來 避免因為擠壓 因為裝而裝 這是我的概念 超級無敵頭痛的 剛剛的69大法沒想到會失敗 於是現在又換了一些招數 這個電器 這個喇叭 我傻眼了 BJR裡面的空間真的不是很大 手術在 手術上面現在有嚴重的delay 頭超痛的 然後天氣又很熱 而且感覺很不好 所以現在 已經開始在拉電線了 希望等一下組裝回去 它的發聲能夠響 因為空間真的是太緊繃了 然後我們的喇叭 還有義大利的防水喇叭 尺寸比一般的來的大 真的非常之強亮 哇 就是這種技術 震撼感 接著等一下裝走上去看一下裝完盒 的聲音 做一下指標 好 夠 來來來 不然你拿到錢 來來來 你拿到錢 我拿到錢 你拿到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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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到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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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殼裝去的聲音 基本上聲音還是被 打到錢 飛機了 這個人 這個高音質的HIGH FI 我們現在把很難裝 很難裝 很難裝 很大坑 非常大的 一次來兩坑的喇叭 裝上我們的BJR 沒有錯 這個是防水的 很多喇叭它安裝的時候 就有人 他的思維很奇怪 又要去洗水 那身體整個在吼吼吼這樣在吼 那這顆的話好處它是防水 重點是音質的部分非常之不一樣 雖然是巴巴吼啦 不過 其愛喇叭 其愛更換喇叭的車友 不妨可以考慮一下這一組 不過看車中 因為有的車輛我們是沒辦法接的 對 因為這個客人太特殊了 就算在南莊 我還是想辦法把它弄上去 OK 葉老闆 今天到此為止 明天 蠶洞 然後 還有什麼 喔 還有後半部的部分完成之後 就可以交車了 See you OK 今天動作大概是到此為止 剛剛花了將近三個小時再找這牌 去測這打發 然後 現在頭也痛了 也不太講很多了 等一下 今天我call了一片文章 所以 是我call的 我本人call的 關於回覆這件事情 很多人可能會藉由私訊 來 詢問電家一些事情 這個是合情合理的事情 不過 當 消磨次數太多的時候 對我們來講 也是一種困擾 反正我們電並沒有去幾個專門的條件 在這個行業 還有很多專業的東西 幾個小便 每便之類的 他並沒有辦法瞭解 客戶他在問的什麼東西 我相信那只需要 一個很長時間 包含他就必須要先去 之類的 他才有辦法投入 這一部分的完全回答 所以大部分 基本上 我還是覺得有 在表面講的 小便提攬就是 他在做的是一個 工作項目 小便就是 做做那一遍啊 拍板啊 之類的 那真正他可能包含他鳥 客戶要問東西 問 問餐品 問改裝方式 問怎麼搭配 問有的沒的 小便基本上 我是覺得他不太可能 把他做到這一塊 所以到現在 我還是沒辦法騎小便 因為我沒辦法接受 我在工作的時候 然後有個人在旁邊說 欸啊 老闆我批好 客戶問什麼什麼什麼 他要怎麼回答 那基本上都有來良心的 沒有意義 再者 我的窗口 多半是希望 服務我們 來電小費的客戶 也就是我講 我們RKT的客戶 那不希望他這樣 欸奔跑 奔跑 奔跑 而是使用網路上 我們 得到他的資訊之後 我們告訴他 怎麼 安排進場 或者是我們 前次作業都先準備好 讓他進來 一吃東西 或不是說他進來 有 欸 進來弄弄 呃 開架 或是怎樣怎樣行為 下次再來 呃 那是耗費兩次的時間 所以 新的客戶當然 可以問 因為有人會說 我很爽 不爽 問了又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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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那下次你又來問 那請問一下第一次說 這個東西多少錢 好 我可能爆一千 喔 好 謝謝 然後呢 那下次你又來問 那請問一下 第一次說 如果你覺得我們價錢太高 那你就不要再問一二次了 因為我的價錢 沒問題 那如果你覺得我便利 合理之類的 那請問一下 那你買還是不買 裝還是不裝 你總是要回答人家 或者是告知人家 很多人會說 呃 我有需要再怎樣怎樣 那有時候會遇到更好 呃 請問老闆有那一隻 A牌喜歡嗎 喔 請問名字吧 那問你有沒有限貨 剛剛說很多東西要克制的話 喔好 謝謝 奇怪 你又問完限貨 好又好 謝謝 我再考慮看看 奇怪 邏輯不同 我相信很多產品 現在每一人要囤限貨 又是克制的 很多東西是出場 出場 出場 每個月 每個月 一年 名副存 東西有辦法小那麼壞 要保護 自己提升錶 到時候出問題的時候 店家更合 兩個大車流行 所以 這邊我還是正那種說明一下 我們還是會回 陌生客戶 好 不過 就是三次 不理他三次 好 那在談話的過程 你就會知道這個客戶 到底也沒起跳了 因為有時候他問題的邏輯 很奇怪 好 下次再見